朋友你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 今天是2022年5月31日 开始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视频 昨天,在卢干斯克地区 俄军向一辆疏散平民的大巴开火 导致一名法国记者死亡 这位法国记者名叫弗雷德里克·勒克莱尔 今年32岁 也是自2月24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 第八名在工作中丧生的记者 战争仍在残酷的继续 英国记者宽丁·萨姆维尔 在段巴斯进行了实地采访 对于我们生活在和平世界的人们 他的这篇文章呢 或许能帮助我们能更深刻地了解战争的残酷 咱们来看他的原文描述 他说 俄军绝对是在摧毁城市城镇和村庄 卢干斯克州州长希尔盖海带告诉我 俄军正在把一切从地球上抹去 卢比日内在战前是五万五千名居民的家 现在他已经无法维持生命 俄军已经进入北断的茨克市 该地区的一位州长说 对该工业中心的轰炸非常激烈 他们已经放弃计算伤亡人数 就在几天前我在立昌斯克的一个屋顶上看到 在地平线上 他的孪生城市北断的茨克正遭受狂轰烂炸 炮弹每分钟都会落在他的身上 北断的茨克正在燃烧 立昌斯克本身已经被抽干了生命 街上偶有少数新人 但大多的地方都是荒废的 炮火是一种经常性的威胁 夏天的微风吹来 空气中弥漫着烟尘和被击碎建筑物的沙粒 由于未能征服整个乌克兰 俄军现在的目标是断巴斯 由断涅茨克和卢干斯克两地区组成 如果被断涅茨克和立昌斯克轮线 整个卢干斯克将被占领 在这里 俄军不是在打一场消耗战 而是在发动一场遗忘战 第三座城市卢比日内的破坏景象 显示了俄炮火的无情 从立昌斯克向远处望去 翠绿的风景上现在有一个污点 这座小城市已经消失了 从地球上消失了 它在大约两周前倒下的方式 标志着普京的部队 现在的作战方式发生了重要转变 前几个月看到的长船的装甲车队 以及坦克和步兵攻击已经不复存在 取而代之的是大规模的炮击 在卢比日内每天有多达1500发炮弹 在乌军任何地面推进之前 彻底消灭他们的抵抗 乌克兰战地指挥官说 俄军压倒性的火力 尤其是火炮强调了迫切需要来自西方 更多先进武器来阻止敌人的推进 乌克兰士兵弗拉吉米尔说 在当地居民30%亲乌克兰 30%亲俄罗斯 40%不关心 当然许多亲乌克兰的居民现在已经逃离了 伤亡人数仍在上升 但俄军在段巴斯并没有耗尽人员 克里姆连宫也不缺少炮弹 轰击利昌斯克和北断尼茨克的炸药似乎供应充足 周边的乡村也像长了痘痘一样 黑色的弹坑沿着田野和公路满延了数英里 弗拉吉米尔说 轰炸就像一场噩梦 我们打一发他们打十发 当我们的狙击手在射击时 他们在他的战地上就轰来一整包的炸弹 所以基本上是一个狙击手打一发子弹 他们就轰来像一千美元的火炮弹 他们真的不在乎用多少弹药 和弗拉吉米尔一样 我在利昌斯克遇到了许多人 以前都是卢比日内的保卫者 虽然经历过一次地域 他们说他们准备再忍受一次 国民警卫队的一支部队提供的录像显示 那里的景象可以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再现 一排排被炮弹摧毁的房屋 空荡荡的街道 沿途只有尸体 人的和动物的 一个叫帕斯的年轻中尉说 男人们离开小城时 双手和四肢都在颤抖 而且持续头痛 在利昌斯克郊区 更大的大炮已经抵达乌克兰前线 国民警卫队的另一支部队 正在研究从澳大利亚政府那里收到的M777榴弹炮 它的炮管上会有两支袋鼠 这门炮很受欢迎 但正如我遇到的几乎所有人告诉我的那样 他们需要更多 他们特别要求有更远的射程武器 美国已经同意向他们发送威力更大的多管火箭系统 如果他们及时到达 可能会改变段巴斯的游戏规则 一些西方评论家认为 乌克兰应该服从并割让其领土以结束破坏 但是对于面对俄军攻势的疲惫不堪的乌克兰守军来说 这是不可想象的 事实上他们所遭受的损失 只是激发了他们的信念即必须阻止和击退敌人 普京在夺取整个乌克兰的问题上赌得很大 而且输得很惨 所以也许这就是他为在段巴斯取得战术上的胜利 而投入巨大资源的原因 但克里姆林宫在这里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乌克兰的失败 我问一位不愿意透露新名的卫兵 经过几个月的战斗 他已经疲惫不堪 但仍在前线 我问他要如何才能获胜 他告诉我 头上有天空 而天空是我们的 无人机帮助很大 武器已经到了 还有多管火箭发射器 美国租借法案 唯一的问题是时间 就是时间 就是这样 然后一切都将是乌克兰的 以上是这位记者对段巴斯战场的一段描述 不知道您有没有耐心的听完 或者听完之后有没有一些感触呢 好 咱们来看乌克兰战场 卢干斯克州州长希尔盖海带说 俄军正在向政府控制下的 卢干斯克最后一个主要城市 北断尼茨克市区推进 和乌军在城里激战 他说俄军继续抛击巴赫木特 利长斯克公路 据他介绍 几乎百分之百的基础设施被摧毁 百分之九十居民住宅建筑被毁坏 其中百分之六十损害严重 ISW战争研究所认为 俄罗斯军队继续逐步占领 北断尼茨克的领土但尚未完全包围该市 与此同时俄罗斯第一级军官死亡人数增加将进一步降低俄罗斯的能力和士气 泽连斯基昨天说乌克兰军队已经收复了俄罗斯军队占领的共有1015个城镇 他强调以收复的区域的电力和供水通讯交通和社会服务已经恢复 他说赫尔松州的逐步收复证明我们不会让任何人落于敌人之手 在赫尔松一线乌军昨天继续向前挺进 在达维基夫布里德的反击战中传出了一段视频 新占领地形范围尚不清楚 但乌军正在将重型的装备和部队运过阴狐猎磁河 以攻击该地区的俄军 视频中显示 乌军正在进入已经解放的达维基夫布里德定居点案 附近已经没有敌人的踪影 这就意味着乌军已经越过了阴狐猎磁河 正在赫尔松州推进 顿巴斯地区 目前北顿涅茨克和托士基夫卡两地战况激烈 俄军有些微的进展 在伊九姆南方的多夫亨克和莱曼地区 俄军进攻失败而被击退 俄罗斯军队重新集结 准备从伊九姆和莱曼进攻斯拉维扬斯克 俄罗斯军队向被占领的定居点 运送了250多件武器和军事装备 并修复了库皮扬斯克附近的铁路桥 在布帕斯纳 俄军继续向北进攻 从进攻路线图上来看 仍然是仕途合围 北顿涅茨克 俄罗斯向乌克兰边境继续增兵增加武器 俄罗斯库尔斯克州州长罗曼向媒体表示 大量军队以及火炮和火箭发射器等武器 已经抵达该地区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接下来还有一条信息 为那些战狼五毛粉区们传递一下 5月28日是中俄爱辉条约签订164周年纪念日 通过这份条约 沙俄帝国从清王朝那里得到了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一天俄罗斯多地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 即便是在乌克兰战场十分吃紧的情况下 俄方也没有简化庆祝活动的内容 搞了小规模的阅兵 向164年前参与夺地战争而战亡的军人 敬献了花圈 晚上又燃彩灯又放烟花 似乎要将胜利夺取清王朝土地的喜悦 翻箱给一江之阁的黑龙江对岸 而对岸的那个政府也及时做出了积极的呼应 与当晚用彩灯就打出了支持俄罗斯的字样 只是我们不明白他们支持俄罗斯是支持什么 或许只有战狼五毛和粉区们能理解 在历史上 沙俄帝国主要通过1689年的尼布楚条约 1858年的爱辉条约 以及1860年的北京条约 从清王朝手里搁占了超过1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这都是无需争辩的事实 并且在这1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 制造了海兰炮江东六十四团等惨绝人寰的大屠杀 估计这帮脑残粉区们也不知道160多万平方公里 是个什么样的概念 那就是三个乌克兰 这只是数字反映像 我们不能留在乌克兰 都能干净 参与 你不能再来 我们